影摊第一美女林青霞31日出席2018香港国际电影节座谈会 先受好友试男生专访 从1972年林青霞的出造作品《窗外》一路聊到1994年上映 和梁超伟与王菲和派的《重庆森林》 有粉丝举手问她对昔日搭档情汉 秦湘林的评价林青霞妙给六字他们都是好人 63岁林青霞1994年与富商行李员结婚后便淡出演艺圈 据媒体报道 稍早林青霞现身香港电影节座谈会 看到重庆森林的未曝光60秒花絮林青霞忍不住田校说对这场戏印象深刻 因为当时她老公正在楼下等她收工 林青霞自幼在台湾长大之后嫁去香港 双亲又是大陆人 使她自称是台湾女儿香港妻子内地亲戚 演过的角色中她最喜欢东方不败 并分享刚踏进演艺圈时曾答应父母要接身自豪全身而退 期间有粉丝问她为何久未更新微博 林青霞消人自己忘了密码 但她知道自己每年生日 粉丝都会在网上替她亲生 之后还挑了两名幸运粉丝上台跟她拥抱 让在场影迷羡慕不已